現在我們來看一些題目 由右途錐型瓶裡面裝了這麼樣的氫氧化鈉 滴到芬太指示液裡面 然後呢以0.2大量的鹽酸中和下列係數何者錯誤 誰是錯的 好 這個長管叫低定管 A是對的 錐型瓶裡面放在下面要有指示劑 它是氫氧化鈉 那減性必須大於7 所以B也是對的 然後要綜合的時候必須是氫離子的墨數等於氫氧跟離子的墨數 那麼一個氫氧化鈉有一個氫氧跟一個鹽酸 綠化氫有一個氫離子 所以如果氫氧的墨數等於氫氧化鈉的墨數 就是氫離子墨數等於氫氧跟離子墨數 好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 兩個意思是一樣 好 那麼就算一算吧 墨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叫做墨數 用的是氫氧化鈉濃度 用的是氫氧化鈉 就是氫氧化鈉墨數 乘以1就是氫氧跟墨數 好 所以這樣算一算兩個要相等 所以算出來要25毫升 所以氫氧是對的 這是計算體 問你說我要多少 OK 那麼原來是氫氧化鈉濃度 它的簡性是紅色 然後變色會變成無色 所以答案豬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可以嗎 好 29題 誰對 29題誰是對的 29題誰是對的 加累去之後的正確 誰對 我們今天要開找誰啊 找一位可愛小女生是嗎 不是應該找小女生嗎 要找小賽哥 小賽哥有35 35 幾粒 A喔 你選A喔 很好請坐下 你就亂猜嘛 指示器要放在下面我講過了 所以A是錯的 這是一個放熱反應 溫度器的毒素會上升 所以B是錯的 C我等一下問你 C我等一下問 我等一下問 所以呢 這個生成是氯化鈉 不是氯化鈉 是氯化鈉 因為你拿的是鹽酸跟氫化鈉 所以豬是對的 OK 請問你 他剛才寫的比例是錯對不對 他剛才寫說一樣對不對 一樣是錯的 那應該幾筆幾 綠化鈉 綠化鈉 比恰化鈉 不是1比1 那幾筆幾 那現在終於要換可愛小女生的是嗎 你又騙我了 來4號 Number4 綠化鈉 比氫化鈉 還要幾筆幾 不是1比1 那幾筆幾 1比2 綠化鈉 一 請坐 差一點 綜合的時候是氫離子墨數要等於氫氧根離子墨數 一個鹽酸會解除一個氫離子 但是一個氫氧化鈉會有兩個氫氧根 我們給的是鹽酸的濃度 給的是氫氧化鈉的濃度 乘出來是鹽酸的墨數 氫氧化鈉墨數 但是一個要乘一個要乘二 所以比例起來是2比1 比例是2比1 可以嗎 所以他的比例是2比1 所以這個的墨數要2比1 OK嗎 可以嗎 可以